裡面的碳流出來 一般你剛換濾心的時候 要放水 原因就在這邊 可是用很久還是會有 用很久還會有 還可能放一陣子 然後可能過時間比較久 然後再開水 對 讓他先流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會沉澱 可是一般我的客人 他會補他比較弱的是擋泥沙的部分 因為他單支啊 你假如泥沙沖進去是整支要換 那假如說像我幫客人 放一支擋泥沙的啊 泥沙沖進去就換前面那支就好 所以有時候 進水器啊不同的律師不同的功能 是有它的效果的 因為很多人是方便的 一支就好了 可是你想喔 颱風天過後 一下就壞耶 或是說社區在清洗水塔的時候 都要留意 那假如沒有的話你就要稍微留心一下 假設 就是社區現在剛清洗完水塔 你要回家的時候記得 先開自來水 因為所有水管 即使進水器的水 他還是從自來水管接出來 先開自來水把髒水先放掉 再來用 再來就像你剛講的 很久回家沒用的時候 一樣先放一下自來水 先放一下自來水 好 漂亮喔 好 謝謝 好 200分 剛才分為 window 我猜到那幾個月 就要賣一次 我想的